套路无双 技巧直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元 大家好 我是佳巴 又到我们高端大棋上档次的 黄牌套路卡组小学时间了 最近啊 微博上总是有朋友向我抱怨 为什么呀 哎呀 现在竞技场里 不是野猪就是皇家巨人 实在是无聊啊 确实是 那我就说 就问我嘛 对吧 有没有一套又不靠野猪 又不靠皇家巨人的卡组 确实啊 你看在这个新版本更新之后呢 皇家巨人和野猪的出场率 实在太高 太高 太高 不过我和鸭巴呢 确实是因为 毕竟两个人都是老司机 是不是 怎么可能 干这么俗套的事 让大家这么永远纠结 在这样的轮回当中呢 那是肯定的 巧了 是不是 最近我琢磨出了一套 超高胜率的卡组 我把它称之为开车流 呦 光听这名字啊 作为一名女司机 是不是 我就已经开始认不住 想要弹射起步了 哎 看起来有点小激动了 你有点啊 当然 那么赶紧不说废话 嗯 看看这套卡组 怎么组成的吧 首先要介绍的呢 就是我们的核心进攻卡牌 一个自带BGM的女人 女武神 对 女武神 她有一个旋风展 AOE伤害 再加上自己身体素质非常好 是 但是她唯一的缺点就是 移速慢 太慢了 嗯 那我们后面必须得跟上一些小弟了 对 为什么这套叫开车流 因为后面会跟上黑骑士 或者是哥布林 以及小皮卡 这种移速快的去推他走 啊 就相当于是一个引擎对不对 对 引擎的呼唤声 你听到了没有 啊 是不是啊 其实我们这边也是大部分全是地面部队 地面部队 就如果对面空中单位只能用兵法和消散带去反反一下 对 进行一些这个帮助他们输出的 包括一些这个结厂嘛 对 让它可以更好的存活下来 然后这边我们结厂还是用苍蝇嘛 苍蝇确实一个非常输出非常高的一个兵种 对 所以很好解掉对方的大怪 最后一手我带上一个炸弹塔 嗯 对于现在的一些 呃 皇家巨人啊 对 地面部 对 地面部都有很高的杀伤 对 没错 虽然它这个在线时间被缩短了 但还是不影响它这个地面防守霸主的位置 嗯 那说这么多 我赶紧看看这个combo吧 是不是 那大家肯定很关键一个combo 我们第一个combo 就是黑棋加女武神加兵法加小闪电的一个组合 是的 这第一套呢 其实关键就是在于要后制女武神 让女武神慢慢的往前走 其实这是一个积攒费用的过程 然后呢 再利用黑棋去推动女武神 启动我们的小车车 啊 这样再配合上兵法加小闪电 那这一路基本上瞬间高破 没有什么能挡住它 是的 地面部队无敌嘛 啊 那我们这个第二套啊 就更加灵活了 是女武神配上小皮卡再配兵法 其实这个组合在我们前面呢 也是介绍过了嘛 是的 女武神加皮卡的一个输出 也是非常恐怖的 小皮卡的移动速度 推着女武神往前走 两个人在地面基本上无敌了 对 他们这个消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可以形成一波的这种rush嘛 对 再加上对面如果稍稍不注意的话 这一路带走是很正常的 可能就掉了 对 那这个第三套combo呢 就是非常简单的女武神和哥布林 虽然简单 但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我们这个用的情况非常多 因为你不可能赚费 赚到8费 女武神加黑棋的一个组合 这是很难赚到的 所以说哥布林就很好地代替了 这个黑棋的推进作用 瞬间弹射几步 可以说也是打了别人一个措手不及 那其实我们这套卡组的话 无论使用哪一套combo啊 一定要保证首卡当中 有炸弹塔这样的防守 包括这个苍蝇群呢 也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特殊情况 尽量不要使用苍蝇群去进攻 其实这个卡组放到这儿 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嘛 对 到根据天梯的情况 你可以适当调整 其实如果天 打天梯的时候 对方空的单位比较多 你可以把公主代替我们的哥布林 也是很好的一个防空的效果 对 那卡组介绍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实战环节 好 那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场对战 哎呦 这个棋手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差 那没办法 那天意嘛 对吧 发拍员的过就怪不了我 是 卡牌再强 发拍员不给力 也没什么办法 对不对 这个没有女武神 还没有小皮卡 什么也都没有 那我们只能一点点过 先去卖一些哥布林呗 那咋办 还没有 那只能卖兵法了 对不对 其实没有一些空中单位出现的时候 这个兵法不要轻易交掉 那现在好歹 算是不容易过出来个小皮卡 那哥布林小皮卡还很好的解掉 可以解掉公主 但是对方 好像下了个猪 这个还挺刺激的 是 太刺激了 其实你这个就战断塔可以选择步教吗 我当时怕它有冰冻 那帮猪过来的一般不是冰冻 就叫它大闪 还是怕一手这个 它没办法 而且你看那个战断塔 对这个苍蝇的 是吧 防御也还不错 其实我甚至连小闪电都不用交 卖一下塔 而且 你看 左路 对 这边我不交上闪电 可以用黑旗去推了 但交强人电用哥布林代替黑旗也是很好的一个效果 这时候我们车就已经小引擎已经上上来了 先是小马达 对不对 滴滴滴响 后面我们在开大引擎 问题不大 但是这波转的它很多很多血量 很伤啊 因为女武神之前的版本 它那个血量跟伤害都有加强 就刚刚可以对面可以选择一下防守的 然后这边的话 它是用猪夹黄毛的一个特别强力的组合 但没办法 我会有点炸弹塔 炸弹塔 这个就 哎呦 你这个小闪叫的还真不错 就是让猪一下都没打到 我 他也给我叫小闪了呀 我这么有血气方刚的男淫 是不是 怎么能接受他这个挑逗呢 洗礼是不是 对 我直接再开一波车 这波车的话应该这么打打的 但是他用这个苍蝇 哎呦 太烦了 有点厉害啊 确实现在咱们天梯这个空中单位带的还真的挺多 而且我这套打天的能力稍稍有点弱 是 还是要多的注意嘛 拿冰法去防一下 确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冰法防 苍蝇还是很强 一个人可以吃一波苍蝇 这边就体现他来 体现出来他这个采集器的作用了 是 我确实没有费放炸弹塔 也没有办法 只能用这个小皮卡先吸收一下伤害 然后配个小闪 对 刚才那个小闪也是 我没有批公主 我选择批的是猪 猪 对猪伤害更高 对 这样我判断了吗 猪的消耗更强 我就把它去弄 但是这波我就很很慌 我怎么办 这个苍蝇裸下 它也是很有胆子嘛 像年轻人真是胆子大 是 它如果就 你有剑语的话 就能解决掉它了 对 没剑语 我就只能选择 苍蝇去勾引它一部分苍蝇 大家打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一下嘛 就不要把 它自己的苍蝇 吓到对方的苍蝇脸上 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做法 一定要去 用自己大部分苍蝇去勾引它 对 一小部分 然后再去把它剩下的吃掉 然后这波用炸弹塔 很好的防住这一波 以后 我这波 combo就来了 对 这时候就要上一场 凄美的爱情了 什么凄美 但直接让它 教它做人 还凄美个屁 这波就带走了直接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个组合算是 完完全全展示给大家了 对不对 还是主要是 以防守反击为主 用战断哪去赚飞了以后 配合兵法去 消耗到对方的所有的部队 之后 再用你的黑棋呀 女武神呀 其他的进攻的卡牌 去进行一波推进 是一个很好的打法 就是在这个防守成功的同时 源源不断的推进 才是这条卡牌的制胜关键 对 那其实可以从这局看得出来 我们防控能力稍稍有点弱嘛 是 当时我也打的时候 觉得有点问题 后来我就把哥布林 换成了公主 是 这场公主的话 其实我觉得公主 她不仅可以结场嘛 她消耗起来也很厉害的呀 没错 你要还能保住公主的话 两个公主在场上的时候 那就已经所向披靡 是的 我们这边因为组合之前 是没有这个 裸下一个黑王子 配合任何兵种 必须要等这个女武神在场 但对面有点傻 没错 而且我这套卡组的话 其实剑鱼 对吧 有苍蝇 我用公主去骗到剑鱼以后 苍蝇就无敌了 无敌 我苍蝇就上一场的时候 只能做来防守 现在我甚至可以 苍蝇原来进攻了 是 哇 你这个是用黑王子去挡了盾 挡了对面第一下 对 这也是个很 很机智的一个做法嘛 是 只是这边那个 还交了一个 冰冻冻 那可能他就费用不多了 我们这套康布 我们就会续冰了嘛 对 那这套康布 要出现了 哎呦 这把小闪直接连塔和冰法 一起垫着 正好那个皮卡砍一下 加小闪一个小店 正好能解掉这个冰法 是 这个直接破路 场上这小皮卡还能解决掉 对 对面的黑王子 无敌了 这一路破的也是非常干脆 是 也是看得出来 这一波combo是强力之处嘛 就是女武神加小皮卡 加冰法这套组合 再加上小闪垫 这样的地面上 没有任何单位 可以跟他抗衡 除非有那个炸弹 炸弹人嘛 对 你这边辅助进攻的方式 也比较多 不仅仅是这些小单位 配合女武神的一个输出 还有这小闪也 其实也为这个 女武神小皮卡 开路 创造很好的一个条件 哎呦 这个时候 壁咚 大家可以刚才看 我下兵的一个细节嘛 也是把 没有过到黑棋 我把黑棋下底 我注意到下一张 是女武神的时候 我就把女武神下到前面 然后这边我 由于换掉了那个小胳膊林嘛 我只能用 而且没有黑王 只能用 小闪戴 小闪 去挡他一下进攻 而这么会出现的 交流失误 因为前面交过冰洞了 哎 这就是这个比较大的失误嘛 对 你这个兵法的位置 比较差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以为近 注意一下 嗯 但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两个好机要往前走 嗯 而且我是把女武神 直接下到他 塔的下边 这样的话 就很容易去解掉 他方了 对 也就是说这一套的话 其实如果破了一路 就很好了 嗯 而刚才这块 他如果任何这个塔 或者是兵法 再打我小皮卡一下 嗯 就会消灭掉了 我就趁他最后一下 一个小闪电 小闪 啊 定了他拆到这个塔 是 非常关键 还是发挥出了这个 小闪加皮卡的一个精髓嘛 就发挥出了 我这个选手的实力 好不好 对不对 原来是这样 任何的卡牌 都是靠这个人去操作的 是 人工智能 嗯 那今儿我们现在 又是一个2比0领先 嗯 让对方拆一拆 没关系的 其实这一头 很容易就丢了 对方有猪的话 是很难防的 猪加冰冻嘛 或者很难防 该丢还是要丢的 让人做个任务也好 对不对啊 没关系 2比1赢 也是我们赢了 人做人的美德 对不对 做人的美德 很正常 嗯 比赛第一有一点 嗯 我们也是看到 我们这套牌是主要以 呃 王子加 女武神 在一定要配兵法 是 或者是公主 一定要配上这两个 传继法中的一个 嗯 然后你就要推进 才万无一失 是 这这样的一个 强力的rush的话 是让对面措手不及 对 防守反击 拿炸弹塔 积攒费用以后 一波带走 是 相当之厉害 没有猪 没有皇家巨人 我们也可以赢 对 而且是一个 很强的一个进攻套路 去赢的比赛 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鸭巴 我是小元 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呢 可以来关注到 我跟鸭巴的微博 平时有什么大的 小的疑难杂症 都可以微博私信 嗯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